前途光临我看不见道路曲折我走不完呢现在都想不通为什么曾经收视率第一家家户户蹲点看的百家讲坛为什么会停播我们先看看百家讲坛为什么兴起2001年北京刚刚深奥成功人们正站在时代的浪潮上急需获取知识急需开阔眼界急需了解这个世界才能够跟上时代的洪流百家讲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2001年7月9日百家讲坛栏目在央视科教频道首播第一期上课的老师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他讲授的内容是美与物理学这种级别的专家学者在电视台上给老百姓传授支持他的权威性专业性都是毋庸置疑的知识更不用说99.99%的人在物理方面不可能比他更渊博节目组本来以为会是个开门红没想到被狠狠碰了一鼻子灰第一期节目收视率极其惨淡 这不是说杨振宁院士讲的不专业相反是讲的太好太专业了观众压根就听不懂都知道节目开播的2001年我国才刚刚实现中等发展地区九年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当年这个情况你就算让杨振宁把我量子物理讲出话来一般人也听不懂啊一开始节目做导演还没想明白这事以为是杨振宁的咖位不够大观众不买账接着请了各个领域的大拿 丁兆忠了李正道了比尔盖茨了连霍金老爷子一把年纪都被推着轮椅上台了但收视率依然七七惨惨七七导演看着直线下降的收视率越想越偷偷我这请了一圈学术圈跺一脚地皮都要颤三颤的超级巨星怎么就没人看呢我就怕把三体人请来了观众到底想看啥呀到底眼看着收视率不佳节目要面临淘汰停播 就在导演一筹莫展的时候导演老婆茶余饭后一句慢悠悠的话点醒了他你说这历史上的乾隆真像还珠格格里的乾隆那样到处留风流寨还有个异女吗就这一句话就让百家讲坛导演找到了转型的方向原来那几年轻功戏特别火每晚霸占着电视剧的黄金事件还珠格格演完了有康熙汪潮李卫当官演完了有铁纸铜鸭纪小兰百姓看了这么多戏说特想知道正史里的康庸钱到底是怎么回事 导演一拍脑袋这不就是百姓喜闻乐见的内容吗赶紧让节目组准备相关选题于是编导几经周转下在北京社科院找到了研究青史多年的严重年让他策划了十二奖的星十二第一案没想到这期节目已经播出就火了放下了央视十套的收视率记录于是十二奖改成了三十八奖没讲一期严重年就问下面的观众你们想听什么然后再调整自己的讲稿严重年老师也用三个分三个合进行概括 回答了孝庄下架多尔滚之谜顺至死亡之谜就这样 严重年老师凭一己之力让百家讲坛一夜爆红打破历史类节目的收视率记录百家讲坛坛坛坛都是好久星帝十二一案就是第一坛之后几年百家讲坛陆续推出了许多经典节目使栏目彻底走向了巅峰尤其是一中天的品三国和于丹的论语心得一中天品的是陈寿的三国志罗冠中的三国演义就成了他调侃的对象 其中还夹杂着各种流行词汇几句话就是一个包袱把观众逗得哈哈大笑有些出格的段子让编导笑过之后出了一身的冷汗就比如解构三国茅庐的这个你说他这样一个自闭管众愿意的人他待在农中干什么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还有曹操劝夫人宝贝你回来吧好不好别闹了周瑜在战场官场情场场场场场得一诸葛亮在城楼上唱卡拉OK袁绍整天在家里面大会宾客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半沙龙开party也难怪网友会评价一中天是顶级出神开宗厉害把历史这锅冷饭用自己独创的方法做成色香味俱全的大餐同时也是天才翻译把了无生气的历史翻译成信达雅皆备的好文 不知道你们听完后怎么样反正我听完品三国觉得他让孙权刘备曹操诸葛亮都活了过来 一中天不仅能用讲段子的方式讲历史他对当代的情感观念梳理的空头至极 多情必多疑啊 你说那个重情的人他是不是疑心就比较 他老怀疑他自己爱的那个人会不会背叛自己 所以晴天往往同时也是恨 当你为一个你爱的人付出太多若得不到反应的话 必将产生忧虑与怀疑 而这种担心往往都是随风而起 没有任何理由与契机 一中天真的将当代的感情观描绘得通透至极 如果你戏品完一中天的话 你就会明白对待一个人不要太过 往往达到一定水平就恰到好处 有句老话说的好 水满则易月满则亏 无论什么东西只要超过一定的量 效果反而会大大折扣 随着一中天品三国的爆火 百家讲坛很快就成为央视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 最后又涌现出了王立群的汉武艺 如果说一中天教会我们与人交际 王立群老师就是教会我们认清现实 你的一生啊 大家要记住 真正关心你的是非常少 很多人是只看结果不问原因 所以你不要指望别人会多么认真的关心你自己 即使是非常欣赏你的人 也往往因为各种原因会忽略你 是啊 谁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关心你 就像学生时期过年走亲戚 七大姑八大姨围着你问成绩 等到毕业后问收入 问女朋友 他们并不是关心你 而是想从你这里获取优越感 如果你在外边混得很差 他们的虚荣心会得到极大的满足 如果你在外面混得风生水起 他们就会跳出来分享你来之不易的成果 他们只看到你三亿七主六亿七主 看不到你三亿七主六亿七主的原因 虽然这话听着可能让人反感 但现实却将这段话体现的淋漓尽致 没有人会问你成功或者失败之间到底经历了什么 人们只知道失败后的疏远与嫌弃 还有成功后的恭维与羡慕 世间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其实你也不用去管 不用去在乎那些不在乎你的人 不必为了取悦别人而去做让你感到违心的事 你只需要努力做自己 努力将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最后又涌现出了纪连海的正说和深 文漫的武则天 这些叫好又叫做的选机 百家讲坛一时风头无两 但令人感到惋惜的是 百家讲坛在2022年末已经停播 易中天老师也因为太敢讲 导致退出了观众的视野 那百家讲坛为什么又衰落了呢 同样的我们来看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 2010年作为智能手机代表的苹果 已经冲进销量榜第四名 手机慢慢进入智能化时代 2009年微博内测 2011年微信诞生 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和变化 说明中国开始进入智能化违界时代 简单来说 就是人们的娱乐渠道变得丰富了 微信微博手机 哪个不比电视好玩 只要手机在手 随时都可以看书看视频 明朝那些事的横空故事 以及自媒体时代后 越来越多的历史爱好者 历史学者在网上发布相关文章 充实了读物数量 观众不一定要通过百家讲坛 也可以学习历史知识 再一个是节目开播了十几年 热门的历史人物 历史时期都已经有人讲过了 曹操 王阳明等题材 甚至被讲了好几遍 这些题材被讲得比较足 比较透 后面的人再讲 就只能避开这些人人喜欢的题目 找一些比较偏门的题材来说 而这些题材就不足以吸引那么多观众 互联网媒体 得了传统媒体的命 再加上百家讲坛 本就面临选题枯竭 也就逐渐衰落了 只是看着现在说 人人都有空闲的房子可以出租 有空闲的车可以跑滴滴 人人都有五十万的存款的某些专家 我还是会偶尔怀念百家讲坛 再强调一遍 我在任何时候 任何场合 面对任何对象 都这么说话 你说是刻意还是不刻意 为什么不有所欺别 毕竟这是电视 毕竟是一个大众传媒 对 大众传媒的意思就是不说人 应该跟生活中有所区别 谁规定呢 如果说应该跟生活中有所区别 那节目就不会播 你们审片就通不播 谁规定 哪刀王法规定 其实主持人都已经明示了 但叶中天老师却依旧一身傲骨 欢迎在评论区交流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